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白宫非常关切的就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部分 首先呢就是有关于台湾代表处 他把这个呢改成的是国会建议 那另外呢第二个呢就是原本的这个草案里面呢 是说未来驻就AIT的这个处长 他要经过国会的任命 那他是经过国会的任命呢 那他就是准外他就是外交官啦 他就其实就是外交官了 只是呢我们两国呢 就是中华民国呢跟这个美国呢 并没有并没有恢复邦交 您这有官员有正式的这个官员 他才要经过国会的这个任命嘛 同意嘛 然后呢经过国会同意 那所以现在呢他这个条文也拿掉了 还有一个就是非北约主要盟国 他的叙述的方式呢就不拿不就不以这种非北约主要盟国来叙述就那个地位上面不一样啦 并没有直接赋予我们这个地位 而是 而是采取一个比较不那么刺激性的这个言词啊 但是呢关键在于是说他其他这个条文里面啊 法案里面呢我认为呢更具有实质这个意义上面的 的而且老共呢也依然会跳脚的条文呢是在这个里面的 就是我认为他赋予了这个政策法案呢赋予台湾台湾呢和美国之间 就几乎是近似于等同于啊准军事同盟的关系 虽然呢我们距离呃真正的这个军事同盟 像这个美非啦美韩啦啊这个美日那个是还距离非常的远 北约啊他们那种都非常的远哈 可是关键就在于是说在呃中美断交之后啊 我讲中美当然是中华民国嘛啊跟这个美国断交之后 我们撤掉这个呃美国就废约了嘛啊呃断交废约 然后撤撤管嘛啊那里面呢呃中美共同防约防防防御条约 这个撤掉对于台湾来讲的话呢当然是一个两国有正式外交关系里面 你把这个东西拿掉了你的保障各方面的是影响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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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的一个部分 他现在呢透过这个法案哦把这个东西的弄回来 他把它弄回来的部分呢虽然呢并没有哈正式的这个在台湾的有驻军 以前这个有邦交的时候他是有驻军的啊哈他虽然没有正式的有驻军 可是呢美国要透过呢和台湾这边来去建立各方面的像包括民防的合作机制 你看他像他在这个呃法像他在这个法草案的里面的呃我来看一下哈草案里面的第第几节啊 第几节里面他有提到说嗯军事计划机制哈207节哈他是在美国的部分指示国防部长和台湾建立高层的军事计划机制要监督联合演习计划 双方要能够联合演习他就是只有一个他是只有一个同盟关系他才能够建立一个呃联合演习呃你没有这个没有军事同盟的关系也是要有正式的这个外邀关系这就是军事协作这个是非常重大的啊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呃美国这边弄那个什么呃环太平洋军演啊等等啊都那边建议说呃美国的国会都那边建议说呃你要邀那台湾去参加啊但是呢美国的军方呢在这态度上面都都非常的谨慎都非常的保守 因为你有正式的这个邦交你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的时候你来参参与金军演是一回事你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却能够共同的来去联合演习的话在这军事协作上面这个的意义呢就就非常非常的这个不不一样了啊这老公一定是就就是非常的刻意的啊一件事情啊另外呢不止这个呃部分啊他还要他还要呢针对台湾的总体的 民防啊各方面的呃这些的部分呢要来进行培训哈指示206节里面指综合培训计划指示国防部长与台湾建立全面的培训计划以提高台湾的防御能力并增强武装部队的互操作性 他就要扩大这个这已经是扩大整体的代训代训规模了耶嗯就说美国呢现在呃不但是不但是透过这个法案啊要来融资台湾要台湾呢买他们的武器就等于是美国指定买什么武器你就买什么武器耶 要建要依照美国的建军的构想啊战略的构想啊美国对台湾的建军构想对台湾的这个战略构想啊要来去打这个不对称的战争啊然后呢要来培训呃我们的全面的培训的计划要增强我们的防御能力部队的可操作性参与演习啊然后呢呃军 军援的这个呃部分他还匡列了他还匡列了这个价钱在那里那个融资的金额还包括了对外还要去修订他们的美国的对外的援助法啊增加年度的战争储备和对台湾的支持把战争储备呢从两亿美元增加到五亿美元来支持台湾国防他就是要卖武器给你啦好就说他不但有个大的融资的法案你要按照他的不对称战争 然后建立这个后备你我说你要买什么武器你就要买什么武器我还有个对外援助法我把你每年的战争储备我们的后勤储备也要依照他的这个要求来去扩建一个战争授权总统为台湾建立一个必须每年报告的战争筹备库我真的很好奇啊在这样子一个两国没有恢复邦交 没有复交的一个情形之下我们透过了这个呃台湾政策法未来假设他在众院呢呃参众两院讨论之后的他的那个版本的架构框架都是朝这个方向去前进的话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就是一个被保护国是不是这样是这样的吗是妍安就妍安就这个点头了那我就会觉得说那美国对我们的保护呢就应该更进步应该更进一步一点因为呢他在这个法案里面呢他还有一他还有一块叫做呢 是威慈就是要去威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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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应该念慈吧就威慈大陆呢不能够对台湾采取任何的这些的行动了假设你升高了两岸稳定的威慈措施假设好台大陆呢升高了对于台湾的这些敌对行动他没有他没有他没有 有完整的定义我不太知道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敌对行动包含什么哈他里面只讲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对台湾的敌对行动显著升级包括破坏推翻或解散台湾政府以及干涉在台湾领主的呃以及干涉还有包括干涉台湾领土的完整情况下都是用这些制裁的规定所以什么叫做破坏推翻解散台湾政府 解散台湾就是就是攻打了嘛他就是武力占领了之后他才会有解散台湾政府嘛推翻呢破坏呢军演算不算呢什么叫做敌对行动显著升级呢是他真的对台湾采取了军事行动之后啊就大陆了武力犯台了之后才算呢还是怎么样那他们现在用的这个威慈措施什么是制裁 那他的这个制裁呢就说他能够制裁的对象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内哦就是包括就是领导人当然是习近平嘛看当时的领导人是谁就是谁了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实施制裁好对于金融机构实施制裁而且其中至少要三个主要的中国金融机构实施制裁好然后提供呃讯金融讯息服务给 这个呃这个金融机构的也要实施制裁好就故意向这个中国政府或拥有或者是经营的金融机构提供专业金融信息服务的人要实施制裁就你今天如果提供他这个讯息规避啊美国对于呃中国大陆的主要金融机构实施制裁你提供哎你可以走什么其他的管道啊或什么呃其他西境的这些信息服务的他也要实施制裁好还有就是呢 对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决业实施采矿业这些制裁好包括了涉及中国自然资源开采行业的中国人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矿矿产啊以及总统认为出于美国安全利益而因制裁的任何其他行业啊就是像现在他们对于俄罗斯的制裁是一样的嘛啊就你如果说呃大陆呢对台湾就 中国啦对台湾的敌意行动敌对行动升高的话任何的会使得大陆呢取得这些战争上的物资啊资源啊战争经费我的解释是这样这些行业通通得以制裁好还有他就是呃支持或以其他的方方式啊参与干涉啊呃任何外国人实施破坏台湾的民主进程破坏台湾的稳定从事恶意网路活动或军事活动 这些人啊都可以实施这个制裁啊他这制裁的所手段包括财产封锁 嗯封锁和禁止受制裁的个人在美国管辖范围内进行财产和利益交易签证拒绝和撤销禁止受制裁的个人进入美国啊 而且他会有要授权总统实施国际紧急经济授权法啊发布法规啊许可证啊命令啊来这个实施制裁了好所以呢呃我的意思就是如果说美国要跟台湾建立一个你就是没有邦交关系 可是呢却要来主导我们一切的军事如何的去建军战略好要帮我们代训培训甚至于要让我们参与这个演习 你就是只是你只是维持着一个跟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一个邦交关系罢了嘛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如果是变成是美国的被保护国的话那你对台湾的保护就不应该指这些你就不应该指说当他们真正当大陆呢真正采取行动的时候你只采取制裁 这算什么呢你制裁能防得了什么呢你现在呢当这个俄罗斯已经入侵这个乌克兰的时候那他你对于你对于俄罗斯的制裁有有办法阻止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吗没有办法啊他还是他还是他还是继续的在打啊虽然说你提供了很大量的武器啊给这个乌克兰你让乌克兰呢在现阶段呢到目前看起来哎反攻取得很大成效 那人都已经死那就伤亡很惨重啊他的生灵涂炭他很多人现在已经百万是几百万人这样子流离失所 那那你今天你看到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例子你希望呢用这种很强的这个制裁的手段你要告诉中国大陆说你今天如果对台湾采取类似的这个举措的话呢 你会遭遇到天大的这个报复我那个制裁的对象连习近平都在内可是这是不够的好这是不够的因为呢当中美两国一直不停的升级他们彼此在这个战略经济各方面领域的权力较劲的时候 而你呢而美国呢一再的呢一再的就是对于中国大陆至关觉得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关键的就是在于是台湾是他的核心的利益 你这些的呃立法的这些的举措你都是在都是你就是直接的去挑战他的红线就挑战他的底线就你是踩在他的红线的底线上面去跳你现在在告诉你说我就这样做那你怎么样你怎么样 那是要拿台湾是要拿两岸开战以台湾民众的安危来作为你们升级挑战的风险吗 我们是要被拿是要被大陆是要被美国拿去作为去刺激不断的挑衅挑衅挑衅大陆说啊你怎么样那你现在怎么样我现在就是通过了这个我现在接下来可能就会造这个通过之后 你要从演习转成战争吗你要呃采取真的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吗好那你就会遭到天差地远的制裁呢不够的这样是不够的好这样是不够的美国你既然已经要走到第一步了 你就要你就还去维持那个战略模糊这就是骗人的这就是唬人的这就是要骗台湾老百姓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应该很清楚的告诉这个美国如果要真的要这样子搞那你这样的法案呢就是不足够的啊 行